是如何成功被骗子骗了1764块钱的啊 差不多接近啊250刀 然后呢被骗了1.4个啊 Solana啊SOL 整个过程呢是这样子的啊 首先呢我为什么会被骗 是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啊 链上做一些冲突狗啊 或者说在学习这个电报机器人怎么用 对吧我们都知道冲突狗 一个呢就是用这个Disc Rainer 用这个去中心化的这个交易软件啊 在这个上面去交易嘛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OEO 呃钱包然后呢去兑换 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 呃电报机器人上面去选择去交易嘛 他有很多的这个电报机器人对不对 他会比较方便啊 你可以卖出多少买入多少 比如说这个unibot 对吧就是一个Solana上面的一个电报机器人 然后呢我这两天呢 其实是我有在看一个海外的一个博主啊 他是一个印度人 然后呢讲的挺好的 这个叫S.A.Sajad这个人 他有一个关于mimicoin就是民币的一个专题系列啊 他教了很多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还是蛮受用的 然后呢我自己也做了一个课程啊 后面会给大家去做一个分享啊 这个充途狗的一个课程 比如说我们用哪些工具 然后呢怎么对吧 你是看价格还是看市值等等等等 然后呢他就推荐了两个机器人 一个叫这个Sever Scanner 相当于我可以通过这个机器人去扫描 我把这个核叶地址对吧 发到这个机器人上面 他就会给到一些数据 比如说会告诉你这个代币 这个图狗他能不能蒸发 对吧 他的前十个拥有者的占了一个 这个份额等等等等 然后呢他后面又推荐了一个 这个机器人 这个机器人呢他叫什么 他现在你就可以买卖嘛 刚才那个是纯粹是教你如何去识别 这个代币有没有跑路的风险 对不对 后面他又推荐了一个叫这个Bone Bot 这样的一个机器人 然后呢当时我也没有注意 因为他只是在视频当中啊 去提到了这个机器人 以及截图了 我看到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头像 这个名字对不对 然后呢我就在啊 这个电报上面去搜索这个Bone 啊Bone Bot 我就是通过这个搜索来的 大家知道吧 Bone Bot我就搜索了 然后你会发现他有很多 你看他有很多 他有三个 然后呢当时也没有注意 就点了一个啊 这个呢应该是 这个呢应该是官方的 这个是对的 是我后面才发现的 然后呢他有他有些就是骗子嘛 我给大家去看一看啊 比如说这个 这个我实际上就是被这个给骗了 首先呢我去观众们嘛 搜索到 然后呢他就说welcome to Bone Bot 对吧 啊他说这个是 是索安娜链上最快的这个交易 任何 索安娜代币的一个交易机器人 然后呢他是这个bone的官方啊 推特交易机器人 哎你看他都是英文的 我不知道这个骗子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 对不对 他说啊我现在还没有这个索安娜的资产 在这个电报资电报机器人上 如果我想要开始的话啊 我需要把这个啊 sorana sol转到这个钱包地址 你看写的很官方啊对吧 你看这些按钮 尤其是英文不好嘛 我还很费劲的去读了一下 然后呢后面我就点说我要buy 嗯 我说我要买 你看他这边就会说我需要至少低 低post的啊 我需要至少往里面充值一个sol 在我的钱包地址我才能使用这个功能 所以说大家以后一定要去注意 这种杀猪盘啊或者诈骗盘 最常见的就是对不对 你先要什么 你先要给我转多少多少钱 然后你能得到什么什么 当时呢也没有太在意 因为我之前其实也接触过 看到过一些机器人嘛 对不对啊 所以说我就没有说去问特别懂的朋友 或者说自己没有去查 然后呢哎 我就开始去转账啊 大家明白吗 我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呢我就去转账 我转我一开始转了一颗 我们找一找这个类似机构啊 你看我就给他转账对不对 这个地址l ae x l e a x 你看9a开头 然后你转了一颗 转了一颗之后呢 我就发现他这边半天没给我发消息 你看半天没给我发消息 然后我点这个by对吧 我点这个by或者说wallet 他始终只会谈这个 就说让我冲一颗让我冲一颗让我冲一颗 让我冲一颗 这我就在想是不是我当时发送的时候 我我就选了一个sol嘛 是不是他扣了一定的手续费 他就不满一颗 所以他就无法达到他的一个标准 所以呢 刚好我这个钱包上面还有0.4颗啊 有0.446颗 我就在想说他是不是要扣手续费 所以呢我就转了0.4颗 我又转了0.4颗 所以加起来转了1.4颗过去 但是10分钟过去之后 他还是不行 他还是不行 大家明白吗 哎呀我就觉得这个是不是搞错了 我就猜大概是骗子 后来呢我就 我就跟我一个朋友去反馈嘛 然后朋友就跟我讲说 让我查一下这个地址 对吧 查一下这个我发送的这个地址 我们给大家看一看 那这个就是当时让我转账的一个地址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solana的这个旗块链上 对不对 这个链接叫okoklink 然后查完之后就发现哎不对啊 他这个上面怎么会有143.8颗solana 正常他不应该是这个交易机器人给我的 我自己交易机器人 我的一个收款地址吗 对吧 他正常如果是我的 他就只有1.4颗我转进去的 所以呢这个基本上确定就是骗子了 ok你看啊 然后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因为这个是在网页端去查看嘛 所以我们能看到每一个的交易哈希 对吧 以及他的一个总的一个金额 但是呢啊 当我用这个欧易 欧易不是也有手机端吗 我们在这个手机APP上面 我们可以通过添加观察者钱包啊 添加观察者钱包之后 我能看到他的每一笔的一个动向啊 就这个页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相当于我就是啊 用这个骗子的这个地址 然后呢我设置了一个观察者钱包 来查询这个钱包的资产和动向 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看他骗了好多好多的钱 你看啊 这个4月5号 对吧 1.1颗 1.14颗 0.004颗 1.13颗 你看他是从4月3号开始的 4月3号 然后呢你看4月7号 这个4月6号呢就是我 你看我被骗了这个啊 1.4颗嘛 大家发现你看还有人被骗70颗 然后呢你看4月7号等等等等等等 他骗了多少钱 你看骗了个十百千万十万 骗了15万啊 3号到7号 他每天都要骗好多颗啊 你看 这能看到他先他实际已经 昨天是114颗 现在已经骗了115.5颗了 你看这个7号 不断的有人上当受骗 OK 然后呢后面我又我又去搜这个关键词嘛 BunkBot对不对 我来看B-O-N-K 这个 这个也是同样一个骗子 因为我可以看这个地址是一样的 大家发现没有 一样的 所以说 这一个 你看这个 这个呢有个Sonic 我知道哎 这个Sonic他就是骗子啊 我可能就不用了 但下面这个叫BunkBunkBot 对吧 到底哪个是对的 哪个是真的 官方的哪个是错的 这个真的 大家一定 不要去掉以轻刑 因为骗子会把这个名字改成一模一样的 会把这个头像设置为一模一样的 甚至会包装成对吧 这些功能啊 这个按键都是 都是看着很很正式的 但是呢 就因为这样就被骗了 OK 这个就是骗子的嘛 OK 那骗子的 我们可以去看到他这个username 大家要去规避一下啊 然后呢 这个也是啊 我们刚才讲 你看这两个骗子啊 这个是那个Sonic 这个名字叫Sonic 这个也是骗子 然后呢 这个他的这个name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正版的 正版的 但是呢大家自己要去确定啊 因为正版的我没有往里面去转 我没有去转过 所以我也不确定 啊一般的你就要可能要去看看官方 对吧 应该官方的话 应该这个bunker Bot 他这个机器人还是蛮好的 只不过是我一道的骗子 如果我们要用这个机器人 在这个电报上面更方便的去买一些 最新出来的一些啊 呃 图口币 那我们可以去推特上面去看一看 他有没有一些官方的一个介绍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大家可以干嘛 我们其实可以在 可以在什么 我们看一下 可以在这个 youtube上面去搜 这个关键词 比如说bunker bunker bot 对吧 那可能你能看到一些相关的视频 相关的视频 可能这个博主啊 他这个简介欄 他就会挂嘛 你看这个博主 他也有介绍这个 呃 这个交易器人 对不对 他这边banana bunker 然后呢 他这边你看 这个不就是bunker bot吗 你通过这个有幸福类的呃 这个推特博主 他推荐的 这个月亮节点进去 大概率就是官方的嘛 大家发现没有啊 然后呢你自己再去查一查啊 这个机器人 他又没有这个官方推特 一般官方推特的话 他看那个官网 对不对 一般是点io啊 看他是不是这个认证的账号 他的粉丝量通过这些数据 你最终来去判断他是不是 然后呢包括判断完之后 你要正式的去测试 你可以先转一笔很少额的 大家明白吗 很少额 少量的一个 别像我先转一颗 发现哎 你妈又转0.4颗 对吧 那一颗的亏损 我可能觉得哎 那自己不小心被骗子骗了 那后面的0.4颗 其实就是为我的智商捉挤了 这个都真的是花钱为大家去踩坑啊 为大家去让你们少走弯路啊 这一节课大家真的是 记得给这个博主点个赞啊 给我点个赞点个关注啊 非常重要 我会持续的去分享 我是如何赚钱的 我是如何亏钱的 那我们看啊这个start 对吧 他开始你看他就会也会介绍 这个才是官方的交易机器人 然后呢他说啊我没有这个对吧 没有这个资产所以我要往面转 你看然后呢这边他就会有有很多的东西 他比如说我点买 嗯我点买 那他就不会说我至少要转一可 所以说当让你先打钱的大概都是骗子 那个我们可以查一下这个地址 我们可以查一下这个地址 OK 我们查一下 对吧 这个相当于它是为我生成的交易机器人的一个地址 好点我们再测试 你看这个上面它就没有前站搜索 站不支持sorana啊等等等等 我们再看一下啊 OK 这个地址但我们可以用其他的这个交易啊 这个区块链额软器来查醒 这个地址我昨天查过 他相当于上面是没有代币的 相当于他应该就是官方的啊 他应该就官方的这个是第一个判断方法 第二个呢你看他还有菜单来 他有菜单来啊 是不是啊 包括比如说这个home setting boats对吧 help啊 他这边都有 我们都可以点到 对吧 他这边可以点自己的一个钱包啊 然后呢我还可以提现啊 大家看到了 vistro 就当我啊赚钱之后啊 我可以去提起我的这个sorana 这个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钱包 他应该有的样子嘛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看这个unibot unibot 对不对 他也是这个逻辑 unibot有个好处 就是他可以让你去设置成中文 设置成中文 然后呢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啊 对吧 音语不好的就是容易犯错误嘛 这个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中文的一个页面 那这边他有buy sell 对不对 然后呢 sorana 他有很多的这些工具 你看 这个后面我把它变成了中文 他都有这个提取啊 所以说正常这个交易机器人 他会给你一个默认的你的地址 你往里面充值之后 你可以去交易 交易完之后你还可以提起 把它提起到你的这个OEweb3的一个钱包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啊 但这个我刚才提到大家以后要选择要这个电报啊 他的呃来做交易的话一定要去看啊 通过去看这个他的官方推特 通过去youtube上面看有没有一些交易博主去推荐过 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OK 这个骗子真的是太可恨啊 那所以我们比较感慨这个区块链的世界就是一个黑暗生理 因为正常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比如说我支付宝或者银行卡给别人转错了 对吧 没有个骗子对吧 哪怕是我打错了 那我可能还可以发个消息去骂他一顿 但在这个链上的话 你真的错了之后你有什么办法 就像我这个被骗啊 我有什么办法 我想骂他我就找不到渠道 你懂吗 就你只能什么 只能认 只能吸起教训 要告诉自己以后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啊 对吧 包括每一笔交易转账 你每一个地址都要去核查 就是你再谨慎你都不为过 OK 这个就是今天要给大家去分享的一个 呃被骗的一个经历啊 然后呢希望大家以后这个自己要去注意啊 如果大家对整个这个球块链啊 想要去学习系统的一个知识 想要去看一些项目啊 不管是冲突狗 还是投资一些价值币啊 大家可以去到我的这个主页啊 有我的联系方式 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 然后呢我们有付费社群可以添加 可以交流